双肺纹理增多 双肺纹理增多是什么意思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梁控利 陕西省结合病房治院影像中心主人医师 双肺纹理增多是我们在医学影像 就是胸篇的报告上常见到的一个描述 就是说胸部纹理增多 就是表示在两肺部的肺纹理 比正常的时候要稍微的增多 就是由于肺纹理是从两肺门 向两肺外周发出的树脂状的阴影 那么它主要是由肺部的血管 比如说肺动脉肺静脉 还包括支气管 淋巴管 神经等等 这些结构构成的 那么肺纹理正常在肺部会显示成为 树脂状的这样的纹理 肺纹理增多就是表示有正常不显影的支气管影像 或者是其他的结底组织影像发生了显影 就是表明肺部有一些炎症 有些支气管的炎症 或者有间接性的改变 或者有一些病变 另外肺纹理的增多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肺的血管的纹理增多 那么我们在特别是在心功能衰竭的时候 这些病人左心功能衰竭的时候 会发生肺部的血流 回流的受阻 造成肺瘀血 这种情况下也会造成肺纹理的增多 那么肺纹理增多的情况还可见于 比如说肺部的淋巴管的回流受阻 引起肺纹理的增多 总之肺纹理增多是影像学的一个术语 它表明肺部的有一些病变的表现 了解 第四 Leben 少不散多 是一种ur断地产